大家好,這條影片是一個紀錄 紀錄這隻鋼琴怎樣由煤窩到九龍 要搬這部鋼琴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據原本的琴主所說,一隻琴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由一間屋搬到這間屋 是由一個菲律賓工人揹著鋼琴走20km 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可以想想多高難度 一個人揹著這隻三個琴 但是他都找不到這個人 現在就要找一個團隊去把這些鋼琴 由他走很多級樓梯的家 走回去才可以送走 第二,因為煤窩需要禁區子 所以運輸公司一定要禁區子 第三,原本呢 我介紹了一個香港的搬琴公司 誰知道當天天氣太差了 他們又不太相信煤窩的天氣很好 結果他們生意都不佔 還反了面子 結果就是片段你看到的工人幫我們搬這些補鋼琴 其實他們都跟我說 說明他們不是專業搬鋼琴 那什麼叫專業呢? 是很懂搬鋼琴 還是一個態度呢? 我都開始相信專業是一個態度來的 好像這條片 你看到開車走樓梯 其實走幾級都要休息一休息 你都可以理解為什麼 我們在市區的搬琴不肯進來了 因為如果你說下紅雨 他們相信天氣不好 其實是真的有點風險的 不過那天是真心地 在煤窩下其實天氣是不差的 雖然香港大部分地方都是紅雨 都是很大雨 但是那天是真的沒事 那也都可以說我看清楚一個人 因為之前他跟我洗腎劈完 說特別下雨都會走 那不是很大雨 最後他不肯去 然後預先還要問我借請吃飯 沒有還錢 但就好像今次 看到這個煤窩的搬運公司 很幫忙 他們一直都說是這一天才行 那這一天本來已經要交了鑰匙 但是因為搬運上之前的凹底 最後他們又可以 幸好這個煤窩公司可以 變成解救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困難 然後你看看他們的工人 全部都不疑心的 做得很好 尤其是待會看著去到九龍 上升降機的時候 那裡才會很精彩 大家看到他們真的走幾步 就要休息一下 是真的 所以當原本的琴主跟我說 一個菲律賓人可以背著整個琴 走20K路 哇 那個奇景 如果我當天可以在這裡拍一段影片 就真的精彩了 不過就算好像今天這一段影片 這部這麼大的鋼琴 走這麼長條樓梯 其實都已經是非常之難得的了 價錢不菲啊 不過怎麼都好啊 小心洗得萬連船 終於上了貨車了 那吃完那個鋼琴 就去到九龍 我們去維修的地方了 那這裡你看到他開始下車了 不能把幾段影片 'll be發醒了 對 一 兩 兩 兩 一 一 四 三 三 一 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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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